由台灣茶文化推廣協會 全辦的茶食好情儀 在地好辦守競賽 跳透傳統思維 以茶與茶食的伴手禮結合方式 讓參賽者以台灣農特產作為材料 研發創意茶點 來搭配台灣的好茶 台灣美好的一個食物 由在地農產品所生產出來的茶點 以及我們台灣最優質 在國際間最有名的茶葉 我們做搭配 藉由此推廣我們茶的一個美好的滋味以外 我們農產品過剩的問題 也由大家一起來照顧 然後來傾銷 進入決賽的隊伍 將於本屆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中 進行為期九天的推廣及試吃活動 民眾不妨前往體驗 品嘗優秀隊伍研發出的茶食 並搭配本國優質茶湯 我們十月七十至十二九十 我們在中間的世界茶葉博覽會時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這裡的產品 這裡的作品 大家去參觀看看 試吃看一看 這是南投高山烏龍茶跟我們的伴手禮做結合 就是不僅能吃到我們茶點的香甜 然後茶可以凸顯出我們的茶點 然後讓我們的茶點更有特色 我們的產品主要是採用南投的原生地的原料 然後是用竹山的紅心地瓜 然後還有埔里的山形玫瑰 本縣為台灣產茶重症 議員許蘇霞對於競賽能夠推廣在地好茶及農特產 也是大為讚賞 經由我們大專院校所有教授老師的一個指導 可以看出說我們每個同學所帶出來的這些茶點 伴手禮每個都非常的精緻 所以在這麼一個劇烈競爭的一個比賽之下 真的是讓我們所有的學生都卯足了勁 在這裡非常恭喜我們今天獲獎的同學 那也藉由我們今天的一個比賽 希望說可以帶動我們更多的這些伴手禮的一個創作 尤其我覺得茶點的一個創作 真的是可以讓我們很多的這些同學跟老師的一個巧思 可以製作出更好吃的這些茶點出來 也希望說在我們的連底 我們的茶葉博覽會當中 可以讓我們所有的這些遊客來觀賞 以及來嘗嘗我們這些美食 茶食好情誼在地好伴手比賽 透過場觀學合作的方式 讓學生能夠熟悉產業 接觸食物並行銷全台的茶與農產品 議長和順風也是相當肯定 也期許活動往後能繼續辦理下去 美食文雄心儀竹山採訪報導